人音有本無所聚 素音有根不動搖 大家好 我是洪准 歡迎收看古海紅洋 那今天呢 是週末 那在週末的時候呢 出現了一個台北股票市場 包括全球股市呢 出現一個大幅震盪的狀況 那在週一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講過了 台北股票市場 這個禮拜一定會受到 這一件事情影響 就是川普他一定要對 對中國要加徵關稅 對不對 這一件事情一定會困擾 整個台北股票市場 甚至全球股市一個禮拜 那一直到今天 一直到今天的時候 他已經確定了一件事情 美國聯邦公報證實 5月10號起 正式的對中國的產品 來提高關稅25% 所以美國正式要對 中國來課稅了 劉鶴去到美國也沒有用了 他也無力可以回天啊 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大家都知道的訊息 沒有錯 但是呢 其實魔鬼藏在那個細節當中 魔鬼就藏在那個 大家沒有注意到的一些點 一些事情上面了 首先我們先要看一下 居然美國要對中國 課徵關稅 那我問你 真正風暴的核心 是在哪邊 當然是在中國嘛 對不對 所以美國對中國 課徵關稅 今天跌幅最大的 應該要是 中國大陸的股市 沒錯吧 就這個邏輯來講 這樣子的想法 沒有錯吧 對不對 但是呢 如果你從今天的技術面來看的話 這是今天入股的表現 入股今天不但沒有跌 反而逆勢大漲了3% 逆勢大漲3% 重點是 他這裡是一路的往下走 他已經跌了將近 兩個禮拜的時間 兩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呢 今天用一個多頭吞噬的走法 把昨天的黑K給全部吞噬掉了 如果你有學過技術分析的投資朋友 我相信 有一個叫轉折訊號 轉折訊號它的意思是什麼 當我的長期下降趨勢當中 出現了一根 長紅吞噬掉前一日的長黑 這個叫做轉折 這個叫做轉折 所以中國大陸的股市 跟大家想的不一樣 跟大家想的完全不一樣 他居然在這個地方啊 在今天貿易大戰打得最水深火熱的時候 告訴你我出現了一個多頭吞噬訊號 他不是全球最差的嗎 他應該是要被打趴的地方 為什麼他的技術面 會出現一個轉折的訊號 那如果他出現一個轉折訊號 那台北股票市場會跟著他下跌 還是跟著他開始做一個反彈的動作 利空啊往往是拿來徹底用的 高檔利空他不是真正的利空嘛 所以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我們再來看今天的新聞表現 劉鶴他跟賴海哲共進往晚餐之後 重點是他準備要見川普來力往狂藍對不對 那雖然今天的會談沒有成功 今天的會談沒有成功 也叫成了今天台北股票市場的拉回 but 請注意到一件事情喔 他們同意明天上午繼續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裡面 再做會談 所以會談結束了嗎 會談到現在為止 其實他只是在一個撲朔迷離的狀態 他還沒有正式宣告破局 但是關稅先徵了嘛 川普不可能說我今天不徵 因為對他來講他沒面子 他都已經講出來的話 你至少讓他增個一天嘛 但是從上海股市的走勢來看的話 技術面上面出現一個轉折訊號 這不太尋常嘛 這不太尋常嘛 所以台北股票市場 今天雖然出現一個大幅度震盪的走勢 你看整體的上下區間 這樣子上下區間 總共震盪的將近快200點 總共震盪的將近快200點 這個讓我想到了2016年有沒有 川普剛上任當選總統的那一天 他跟希拉蕊打得正水深火熱的時候 然後最後那一天投票出來的結果 原本大家預期希拉蕊領先 所以全球股市大漲有沒有 然後後來又變成川普當選總統 怕全球股市重挫 然後那一天台北股票市場上下洗了多少 洗了300多點對不對 從原本大漲到大跌 光那一天期貨市場多劇烈啊 超級劇烈的啊 那天早盤的時候一樣啊 稻窮的小稻窮指數也是跌了200多啊 在那個時機點跌200多 跟現在不一樣喔 在那個時間點上面 跌了200多點是非常嚇人的喔 那幅度超過2%喔 但是後來呢 美國股市在當天啊 直接開高走高創新高 然後一路的攻到歷史新高 大家不是說川普當選總統 全世界會完蛋嗎 但是最終的結果是什麼 最終的結果反而是 美國股市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我們在看行情 不是只有看一個方向而已 不是看這個事件 所帶來的結果嘛 我們要去看整體的 整個市場的環境 籌碼它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否則你用情緒化的反應 去做操作很容易做錯 它是非常非常容易做錯的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台北股票市場 我說台股這個地方啊 從原本的 原本的9400點一路的大漲上來 9400點這裡有沒有 我告訴你這個叫做轉折對不對 我們所謂的Morning Star嘛 兩邊帶一條空 還帶一個十字線 這個叫Morning Star 當我Morning Star出來的時候 它是一個強烈的轉折訊號 所以台北股票市場 開始走大多頭 走一路的大漲上來 漲了多少錢 漲了1600點 它漲了1600點 就算它今天回啦 回個500點600點 它還是一樣嘛 它還是一個大多頭的走勢啊 它還是一個大多頭的走勢啊 那你說這個多頭它不修正 誰要去買股票啊 有沒有新的人會去參與 沒有 它沒有新的人會幫它再做拉台 那這些新的人呢 他們現在參與的人 現在在裡面繳獲的人 它不是散戶喔 我說融資餘額這一段時間並沒有增加 融資餘額啊 從1200億 我說1200億的融資是市場上面 只要每次看到1200億的融資有沒有 它就是一個多頭的格局對不對 1200億一路的增加到這邊 1300億對不對 1300億元的融資 它會產生多殺多嗎 真正會產生多殺多 請你把時間拉長來看 請你把時間拉長來看 真正到2000億的時候 2000億的時候在這個地方 它才有可能產生融資多殺多嘛 就算今天它要產生融資多殺多 主力都還必須拉出一根逃命坡 它都還必須要拉一個逃命坡 它才有辦法下來 所以融資在這麼低的水位裡面 在這麼低的情況下 籌碼是非常非常安定又穩定的 那你要希望說 它接下來要跌破哪裡 跌到之前9400點嗎 9400點這個轉折位置 你要希望它再跌1000點2000點嗎 我覺得這個太困難了啦 這個跌下來比漲上去還要困難 比漲上去還要困難 因為沒有融資嘛 沒有融資它怎麼去殺 不會產生融資多殺多的時候 你看今天台北股票市場大幅震盪 就算昨天跌190點 昨天跌190點 跌停板加速幾家 6家 還有6家漲停板 還有6家漲停板 那這個結構上面看起來 它並不是一個非常時空的節奏 它只是一個情緒上的反應 它只是一個市場上面 大家覺得很恐慌 所以造成了一個恐慌性的結果 恐慌性的拉回震盪整理 所以你只要操作的節奏對了 你就能夠避開這樣子的恐慌結果 甚至你還能夠找到 個股很好的買點 在3月份的時候 台北股票市場也是一度拉回啊 也是一度拉回啊 可是我告訴你說 拉回測試支撐 你要找買點去做佈局 所以3月份我們出手的這些股票 全部都賺錢對不對 那我告訴你我現在已經賣掉了 其中的四檔 我只留下了一檔嘛 我只留下了一檔啊 那一檔叫做自潮 我直接跟你講那一檔叫做自潮 3月初哦 3月4號5號8號11號 那一段時間我們一直在買股票 為什麼要買股票 因為當時的台北股票市場的 3月份的走勢是走這一段嘛 是走這一段下跌嘛 10400點跌到10200點 那時候全市場的人幾乎都瘋了 覺得好像明天世界末日要來了 覺得好像沒有明天了 我的未來真的沒有夢了 但是我在那個時間點上面 我挑了股票下去買 因為我相信一件事情 只有在黑暗之中 才能看見最璀璨的流星 只有在行情拉回 在指數拉回的時候 那些逆勢抗跌的標的 它就是未來的明日之星 它就是未來你要去布局的標的 你如果3月份 3月初當時有跟我一樣 都買這一些標的 是不是每一檔都賺錢 每一檔都賺錢 那你可以跟我說 因為3月份行情很好啊 對 3月份從這個地方 一千零兩百 一萬零兩百點 然後一路的漲到一萬一 對不對 行情當然很好 重點是在這個時機點上面 你買不下手嘛 你出不了手嘛 你會害怕啊 因為你看到的行情是跌了兩百點 但是我看到的行情是未來還有創高的機會 所以我要挑股票進去買 強勢股買拉回 波段強勢股買在它短線上落勢的時候 當我能夠做到這個節奏的時候 當然這些錢你才能夠賺得起來啊 這個錢你才有辦法賺得到嘛 所以不是行情的關係 是你操作節奏的關係 當你的節奏對了 今天行情再差 你一樣都能夠賺錢 你一樣都能夠賺錢 時間的關係我們先進行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再講 最偉大的日子 最暖心的回饋 母親節快樂 感恩行動五折大優惠 感恩行動五折大優惠 請您速播預約專線 02-8773-8859 8773-8859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下期的節目 我們下期的節目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下期的節目 我們台股弘揚的現場 我是洪准 那台股在週五的時候 下跌了20點 他最後跌了20點 那前一天其實 台北股票市場是重挫了190點 禮拜四的時候 那今天的跌幅看起來 你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說 他其實已經在做一個收斂的狀況 但是今天的利空有沒有比昨天還大 有 因為正式的確認說 美國真的要對中國課稅了 但是今天雖然說跌幅 整個政府很大 但是實際上的跌幅他是小的 他是小的 所以行情在這個地方 有人在賣 但是也有人在做承接 也有人在做承接 那個股之間 他就會走一個輪動輪轉 然後找新的標的呢 會來做啟動佈局 那在三月份的時候 一樣的狀況我們都遇過 每一次都會遇到 當你的方向是對的 你的操作就會是對的 所以當時我跟大家講說 我們買的這一些標的對不對 我們買的這一些標的 當這一些個股在跌的時候 其實都是我們拉回 測試支撐佈局的好買點 比如像說一檔一檔來 6497的亞斯康 6497的亞斯康 當時三月份的時候 我告訴你 這個地方有人在做佈局 波段強勢股 買在短線上落勢的時候 金流告訴我說 這個拉回你要去做 買點 你要去找買點 所以拉上去的時候 我們就在這裡做了一趟 獲利了結對不對 我們就在這邊做了一趟 獲利了結嘛 然後呢 2480的敦陽科也是一樣嘛 當他在突破向上的時候 我告訴你說他是買點 波段強勢股 買在短線上落勢的時候 買在短線上落勢的時候 同樣的 當他來到高檔震盪整理的時候 當我賣一趟嘛 我可以先賣一趟嘛 4977的重打 4977的重打也是一樣啊 三月份的時候 當他在做橫盤震盪整理的時候 我說指數在跌 他不跌 當然他的籌碼是相對穩定的 波段強勢股 買在短線上落勢的時候 所以後來創新高 創新高的時候 我告訴你 你要賣 你要賣 如果你沒有賣 現在你也沒賠 頂多回到我剛 當時在買的成本區間而已嘛 所以呢 行情漲跌不是很重要 重點是在拉回測試支撐的時候 你有沒有那個勇氣 你有沒有那個機會 去做佈局 股票市場風險永遠都存在 他永遠都存在了 所以我們要習慣他 而且我們要能夠控制他 就有像古代人 他發明的火一樣對不對 火很恐怖 他真的很恐怖 可是呢 你能把火運用得當 你當然就可以煮熟食物 你也可以創造現在的工業奇蹟 可是呢 如果你害 因為害怕火 因為害怕火這件 這個東西 所以你不敢去用他 那你現在就跟原始人一樣 你還在吃生肉對不對 那風險 跟股票也是一樣啊 股票市場永遠都存在著風險 那你要怎麼樣去把你的風險 壓到最低 把你的利潤 拉升到最高 就要靠仰標股的方式嘛 個股之間你要用仰的 你要用仰的 那仰標股呢 你要仰在哪裡 仰在大家都不要的時候 這一檔股票呢 明明就很好 可是呢 因為受到行情的影響 因為現在指數拉回的影響 結果 大家看不見他的價值 每一個人都在害怕 股價開始拼命的往下跌的時候 當然機會就來了 當然機會就來了 這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叫做什麼 仰標股第二個條件 就是你的股票要有錢再買 有資金再做進場佈局 當這些有錢再買的標的 他買了第一筆 就會買第二筆 就會買第三筆 所以呢 行情在拉回整理 我告訴你說 你要找股票來佈局嘛 當時我怎麼樣 找股票給你佈局的 我說 在三四月份的時候有沒有 4月15號 當指數在拉回的時候 當貴買市場在跌的時候 我告訴你說 這檔股票你要特別的去注意 波段強勢股 你要買在短線上落勢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他有錢在買 他有資金在做進場佈局 6163的華電網 當時4月15號 從第一件事情 貴買網通 貴買網通 當時5G題材嘛 5G題材開始有人在買的時候 開始有資金在做進場佈局 我說你要 特別留意一下 這個族群 它未來是市場上的主流 它未來是市場上的主流 那錢再往這個方向去做移動 它移到的哪一檔股票裡面去 它移到的這一檔嘛 6163的華電網 這個叫金流選股 它幫我選的 金流選股 它告訴我的 資金的流向 會決定未來 行情的方向在哪邊 所以我把整個技術線圖 都告訴你了 一選二回 三大賺 當我這一檔股票 開始在做拉回測試支撐 你要找買點去做佈局 所以6163的華電網 大盤貴買市場有沒有 從4月份開始一路的往下跌 它跌了多少 跌了將近30% 但是呢這一檔股票呢 它卻逆勢開始往上漲 漲了多少 漲了將近30% 怎麼會這樣呢 因為它本來就有錢在買 有資金在做進場佈局嘛 它錢買的第一筆 就會買第二筆 就會買第三筆 所以大盤在跌的時候 它是相對抗跌的標的 當然我也告訴你說 不要去追價 不要用追價的方式 因為還有很多的標的 它一樣有錢在買 有資金在做進場佈局 只是你要用養的方式 不要用追的 不要用追的 因為你一旦跑去追股票 你的風險性很大 你的風險性很大 就很像你今天把火 放在身上燒一樣嘛 你又不是特技人員 你幹嘛去跟人家玩這個東西呢 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火玩好 把風險控制好 當我的風險能夠控到 最低最低最低的結果 那就算我今天遇到的停損 今天遇到的虧損 我都不會有太大幅度的問題 但是呢我今天如果養對了一檔標股 它上去的時候 它可能可以給我帶來 30% 40% 50%的獲利 所以當你有這樣子的操作模式存在 你當你習慣了這樣操作方法 你就不會害怕行情的漲跌了 就算行情在8到12月份 一樣這麼弱勢的情況下嘛 我一樣跟你講說 有一些個股 它拉回測試支撐找買點 所以呢 我們的勝率才可以拉高 我們勝率才可以拉高 這樣子的勝率 勝率我們出手的9趟嘛 這是單股會員啊 8到12月份 行情最差的時候 我們出手9趟 錯了2趟 對了7趟 勝率高達70% 那你勝率高了 你的幅度 只要每一次操作的內容都是正確的 你的幅度可以拉開來 當然你就不會害怕行情 然後呢 在行情最差的時候 一樣可以創造獲利 一樣可以創造財富 所以現在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非常恐慌的時候 不是讓你去恐慌的時候 而是給你一個機會 一個買點 孫子兵法有云啊 你要戰勝敵人 你要第一個 你要有 不敗給敵人的條件 你要等待戰勝敵人的時機 你要預測敵人的戰績 你不能蠻幹 那第一個條件在哪裡 你的股票要有錢買 你的股票要有資金在做進場布局 而且籌碼是穩的 那第二個呢 時機在哪裡 當大家都在恐慌的時候 就是你的時機 當大家都在害怕的時候 就是你的時機 所以你只要能夠預測他們的想法 你就不是蠻幹的 你就不是蠻幹的 所以我們的操作是有規劃的 它是有規劃在做進行的 當我做錯了 一樣停損出場 但是新的標的它就會補上來 所以我告訴你說 當我把一些個股做太弱流長的動作 我現在 努力的在佈局這一檔股票嘛 它叫驚喜彩蛋股啊 它用突破跳空的方式 量增價漲的格局 你拉回測試支撐 你要找買點去做布局 你要找買點去做布局 那這檔股票呢 它的特點在哪邊 現在還沒有漲喔 現在還沒有漲喔 那它的特點在於說 它本身獲利就很好 今天的紅塑呢 它還是維持在月均線之上喔 可是我們的大盤呢 大盤呢它已經跌破了月線之下 它已經跌到月均線之下了 那也就是說 它是一檔比大盤 還要更強悍的股票 那為什麼它可以逆勢有撐 那是不是跟之前 我跟大家談的這些個股一樣 當大盤在跌的時候呢 這一些個股都沒有跌的情況下 它的籌碼是不是穩定的 這個就像一個班級裡面的好學生有沒有 平均大家考的分數是60分 但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是考60分喔 是有人考了80分 有人考了40分 然後呢平均下來它會是60分嘛 那今天台北股票市場也是一樣啊 其實有一些個股它是表現比較好的 但是有一些個股它是表現比較差的 那錢它會幹嘛 它會往好的方向去做移動 所以這一些個股在大盤跌的時候 逆勢抗跌 它逆勢抗跌未來 行情好的時候就會開始做啟動 那我們就是用這種原理 波段強勢股買在短線上落勢的時候 買在短線上落勢的時候 所以這一些個股呢 當你拉回測試支撐的時候 有資金在買有錢在做進場布局 都是你一個很好介入的時機啊 那你等到它漲上去了 才想到說 我要去追股票 追股票 追股票 會有嗎 又來不及了 然後每次拉回測試支撐叫你去買 因為你的害怕的關係 所以你不敢去動手 因為你的害怕的關係 所以又讓機會錯過了 所以跟上腳步來 有任何的問題都跟上腳步來 現在的行情呢 有一些個股已經開始慢慢逐出底部 它未來會開始逐出底部 測試完支撐之後 只要它不跌破 只要它不要跌破支撐價位 黑暗之中 它會顯示出它的價值來 只有黑暗之中 才能看見最璀璨的流星 指數拉回的時候 個股之間 就會有它的機會出來 跟上我們的腳步一起來養標股 一起來養標股 行情拉回測試支撐的時候 個股會有買點 個股會有買點 可以讓你去做佈局 黑暗中才能看見最璀璨的流星 所有的內容我都會放在我的 LINE AT家族裡面 你可以掃一下QR Code 或者是搜尋 小老鼠 BYR2551V 小老鼠 BYR2551V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下週再會 拜拜 萬其自然應独立判斷 神聖評估 併致付投資風險